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世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那上回书我们说到呢 这吴月娘为了还愿 这一日呢 就准备到这泰安州去登泰山 拜娘娘还愿去 那咱说这一路无话 行了数日呢 就终于到了这泰安州地界 到这之后呢 远远的是望见这泰山 哎呀 果然你看不错 这果然呢 是天下第一名山啊 这也是盘根地角 是顶阶天心 位居呢 在这齐鲁大地之邦 有这炎炎之气象 这吴大就一看 说这天色已经晚了 那咱这样嘛 咱先找一店啊 投诉这么一夜 那你爬山嘛 那这时间还是很长呢 要不咱这样 明天咱早起再上山 那于是呢 这一行人等也按照他这计划 去琢磨这事啊 怎么打家 怎么住店 再说望到这戴月庙呢 转身就奔着这戴月庙来了 那戴月庙呢 就在这山前 乃是这历朝历代啊 是祭典啊 包括这封山啊 这个各种情况啊 都到这戴月庙 那我们讲过 这古代 历史上 其实有几个帝王啊 是在泰山进行过封山的 那但见这景观呢 说这庙居戴月 是山镇乾坤 为山月之尊 乃万福之领袖 山头呢 是一剑 那直望弱水蓬来 绝顶攀松 都是这浓云薄雾 楼台森耸 金屋展翅飞来 殿雨临层 玉兔腾身走道 雕梁画洞 是碧瓦朱瞻 凤飞亮阁硬黄沙 龟背秀莲 是垂紧带 摇官圣相 九烈五顺目摇眉 静观神眼 滚龙袍 汤奸雨背 玉香不断 那是天神飞马 报丹书 祭祀一时 老幼望风 是起户福 嘉宁殿 降云相矮 正阳门 是锐气盘旋 那正是看这番景象 乃是所谓 万民朝外 碧霞宫 四海归一 神圣地 所以说这一盘描述呢 也为后文的故事啊 做了一个小小的铺垫 你看看 在这如此神圣的地界 又能发生些什么事 咱说呢 这吴大舅是领着这吴月娘呢 也是来到了这个戴月庙 在这正殿上呢 也是先进了香 之后呢 就沾败了这殿上的圣像 道士呢 也是在一旁啊 这宣念他这些文书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之后呢 在这两廊之上 也都是把这些烧纸啊 烧钱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也都是啊 寄奉之后 又吃了一些摘石 过后呢 领着这月娘 就上了这登顶啊 登上这四十九盘 也是所谓是攀腾 拦戈而去 我们看那个年代爬山啊 确实 就爬山而言 还真的就是一技术 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其实我们啊 去登明山大川也好啊 走游览各种各样的地方也罢 其实那种感觉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爬山的滋味 反而都是和爬楼梯一样啊 就是走那种台阶嘛 所以说可能看古人走那种野山 或者说荒山的时候 真的也能够多几分那种爬山的乐趣啊 再说呢 这娘娘金殿 你远远的望去嘛 是在这半空中啊 此时是云烟深处啊 大约呢 有这四五十里的距离 再说来到这第二天早上呢 岳娘这众人嘛 是吧 也从这大早上七点就开始啊 就是大概这时间嘛 七点左右 登这戴岳庙 从戴岳庙起身 就登盘上顶 一直到了下午 能有三点来钟的时间啊 就才到那这顶端 这娘娘金殿 那于是呢 来到这娘娘金殿前 一看上面是朱宏的牌匾 金书写着陛侠宫三个字 进入宫内之后呢 那首先啊 就上去先沾里这娘娘的金身嘛 哎呀 淡见这娘娘金身 怎生模样 只见是 头晚九龙飞凤记 身穿鸡履 降消衣 蓝田玉带夜长巨 白玉归张 情彩秀 是脸如莲恶 天然眉目 硬云环 纯似金珠 自在规模端雪体 犹如王母摇驰燕 却似嫦娥 离月殿 正大仙云 那这个就是说 按照神仙那个状态啊 你说 你雕刻一种 有一种话 或者说有一种语言 都难以描述 这个 娘娘的相 有多么的 惊艳 是吧 有多么的这个神圣啊 咱说呢 这吴月娘在下面嘛 她最是信佛了 所以说来到下边连忙 也是给这娘娘的仙容呢 拜上什么几拜 在边上这香岸边啊 也是有这么一个妙著的老道 在边上伺候着 咱看这老道呢 大约年纪啊 四十来岁 长得呢 也是一个武短身材啊 咱说呢 这三流小自虚啊 一看就不像个好人 是吧 那小自虚啊 在那像那个狗头狮 也是那种感觉 咱说呢 这个名谋后齿 也是头戴着三冠 身披呢 也是一身道士服 是吧 足下蹬着一双云旅 瞅着气势还不错 上前呢 也是先替这吴月娘 就宣读了 这还愿的文书 金炉之内呢 也是住了这香啊 之后呢 也是什么焚化 各种各样的芝麻呀 金银啊 就是一亿飘十亿的那种啊 全都烧了 也是令小童呢 就收了 那这份寄贡 咱说书中暗表 这道士呢 我们必须得介绍一下 这名庙筑道士呢 也不是个什么好人 他也不是个本身人 乃是这前面 戴月庙里边的金住持的啊 一个大徒弟 姓石 双名呢 叫做博才 这人压根咱说 就是一贪财好色之辈 是吧 这见着 去言复试啊 哪个领导干部来了 啊 我帮你物色个美女 各种各样的 他就干这种事 所以说呢 真不是一傻好人 那另外我们还得说 啊 在这当地呢 有这么一个人 啊 人送外号 阴太岁 姓阴 双名呢 叫天兮 乃是这本州呢 这知州 高连的 小舅子 那经常呢 这人也不务正业嘛 没什么事的时候 哎呀 这没事 拿个弹弓 打个鸟啊 天天也是这个 牵架着鹰犬 四处的溜达 对吧 就在这上下二宫之间呢 天天爬山 溜达玩 干嘛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泰山是属于那种比较灵验的嘛 所以说有各门各处四方的烧香的妇女 没事呢 都到这泰山上前去祭拜 于是这哥们呢 就率领这二三十个不务正业的人啊 没事就偷苗啊 这上山的这些妇女 然后逮着机会 可以的话 就对其进行奸淫 对其进行啊 这种侮辱 那咱说呢 因为他身份特殊嘛 是这芝州高连的小舅子 所以说呢 当地完全没有人敢惹他 咱说这道士啊 这石伯才 他主要也就挣这阴太岁的钱 咋挣呢 没事啊 替他在房里是吧 藏个尖啊 然后叙个诈啊 就基本干这各种各样的事 把那些觉得长得还漂亮的妇女 骗到他的方丈房中 任意的 由这阴太岁呢 是进行奸淫 讨他喜欢嘛 讨他喜欢之后 打赏啊 给钱呢 咱说这老道一看着吴月娘长得 哎呀 不错呀 这滋容非俗啊 上面呢 这头上也是带着这孝冠嘛 一看估计是老公才死啊 估计这能有机会 若非 那这不是这官护娘子呢 也是什么豪门之女啊 那又见旁边呢 还有一老头 咱说这老头是谁呀 那武大舅嘛 对吧 也是苍白的资虚 在边上跟随着 后边呢 两个家童 这一看 有身份有地位啊 于是呢 老道连忙上前 也是先积了个手 打了个礼 这边呢 也是上前说道 说这请二位施主啊 来这方丈之内啊 这咱喝上一会儿 喝会儿小茶嘛 这武大舅说 说这个不用 咱别这样了 我们呢还着急啊 得赶下山去 因为咱说那个时候 两点来中嘛 可能武大舅觉得 这个头十点来中啊 这晚上之前 还能返回去啊 所以说主要是 进香还原来 这老道说 老道说别下山了 下山晚上天黑 路不好走 有什么豺狼虎豹 啥的 这犯不上啊 你就先别下 咱说呢 这过没大一会儿 果然就把吴月娘等众人 让到了这方丈室内 咱说进去这方丈室内啊 但见里边 哎呀 糊的也是一片雪白 正面呢 放着一张芝麻花的座窗 柳黄的紧帐 香脊上呢 供养的是这么一幅画 什么画呢 是这吕洞宾系白牡丹的土画 左右呢 也是一幅对联 是吧 上面大书写着啥呀 亮袖清风武贺 一宣明月盘京 这伯才吧 这个过来 也是问这吴大舅啊 说这个您上兴啊 啊 您怎么称呼啊 这吴大舅说 说在下呀 姓吴 就是啊 这边上这是谁啊 这边上这是舍妹 对吧 因为啥呢 因为啊 这个妹夫嘛 啊 这个生前的时候 也是这个许下了心愿 所以说呢 此时也是到这儿啊 上香还愿来的 这个实在是不太想上您这儿 讨饶啊 喝杯茶 等会儿 我们还是走 那咱这老道马上嘛 这个会说话 因为他心里边惦记了 一看这小娘子长得漂亮了 得给那阴太岁留着吗 于是呢 这啊 这老道就上去讲 说那既然是另亲嘛 咱就别客气了 你看您老人家都在这 咱一起啊 到这边 也是请上座 咱好好咱坐一会儿 落好客嘛 那于是呢 老道便在这主位上就坐了 之后呢 也是让自己的徒弟过来看查 那我们还得说 这老道呢 手下其实有两名徒弟 对吧 一个呢 叫郭守青 另一名呢 叫做郭守礼 都是这十六七岁左右的这个模样啊 长得呢 很漂亮 很标志啊 小鲜肉 头上呢 也都是带着这青段的道具 身上呢 也都是穿着这青捐的道服 脚上啊 是穿的啊 这个小清凉的小鞋 对吧 浑身呢 咱说上下整的就扑鼻的香气啊 你说这香气哪来的 估计这老道也是有点特殊癖好啊 咱说呢 这个平时的时候啊 来客人啊 来官人啥的 还给人家端个茶 倒个水 蒸个酒 下个菜 等到晚上的时候呢 这俩小伙还有别的功用 是吧 什么功用呢 就给这老道 没女人吗 你这老道不能给自己留女人 所以说留下俩鸾童 供自己呢 钱去消遣 解馋 就当做这鸾童使用 那咱说呢 过了没多大一会儿 这手清手礼啊 俩小伙也是上来 把这桌椅呢 安放好 就摆上 这摘实来 咱说上的都是啥呢 基本上都是这没口的甜食嘛 对吧 还有呢 这什么蒸叠饼散啊 各种各样的菜书啊 也是摆了满春台 都是 这美人呢 额外除了这点吃的 还是给各位都上了这甜水啊 好茶呀 各种各样的东西也都上了 咱说这吃了茶之后呢 是收下这些零散的前面啊 这个餐前的甜点 就摆上这暗酒 额外呢 也上了这什么大盘 大碗的各种各样美味 上的一看都啥东西呢 什么鸡呀 鸭呀 鹅呀 鱼呀 就反正各种各样的 大鱼大肉啊 全都端香上来 咱说呢 一看盛酒这家伙事 也不简单 什么呢 用这琥珀香的盏啊 咱说那酒倒进去 那也是金波泛滥啊 看着确实是漂亮 那咱说这吴月娘啊 一看说这怎么还上酒了 这成何体统 我是一辅导之人嘛 我怎么能跑你这来喝酒呢 于是转身就要起身走 这边呢 也连忙把这戴安叫过来 说这个戴安来 来吧 这个老道呢 这还不错 是吧 你啊 咱也整出点东西 就用这红旗盘呢 是拖出这一匹大布 以及这二两的白金 就给这石道士 作为这答谢之礼使用 这吴大舅这时候呢 在边上一看 说这女人骂 不方便讲话 那我来 说这样啊 这我们呢 本来也不应该上 你这方丈室啊 包括呢 不应该到你这个宫内 来讨扰 啊 这个既然打扰了嘛 那我们这边 也是略被威礼 用作呢 答谢先掌您 这头呢 九十啊 这个咱就不用刺席了 对吧 咱现在天色 也是比较晚了 我们呢 还要赶下山去 这荒的这石伯才 一看这咱说了 眼珠子是黑的 银子是白的 见着银子 那能不激动吗 于是呢 联盟啊 是感谢不爹啊 是吧 上去这也说到啊 说这小道不才呀 哎呀 这娘娘 您的这福音 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个太有钱了 是吧 说这在本山 陛下宫啊 你看 我就是做个主持嘛 啊 我做个主持 我干嘛 其实平日里 就是依赖着四方的钱两 啊 这个今天 你看我也没干什么呀 就是辽表寸心嘛 略为的粗茶淡饭 你看反倒啊 害您赏赐我这么多钱 这哪好意思啊 哎呀 要不拿这样吧 这个小道啊 我也就这个受制不公了 啊 这个让徒弟 等会我再拿下去 是吧 这个太感谢了 咱说这边呢 也是客套了两句 之后啊 也让这俩徒弟把东西就全给端走了 这一边呢 你看收人钱财嘛 你更不能舍得让人家下山了吗 所以说呢 这头就连忙的留着吴月娘 留吴大旧在这坐 说别家 您可别走 啊 我跟你讲 这山上不安全 这大半夜的 你就出家 碰着豺狼虎豹 这真不合适 好歹呢 哎 您这个在这坐一会 咱呢 略饮他三杯 啊 让这个小老道 我也尽一点地主之宜嘛 这吴大旧一看 脸薄 对吧 这脸薄一看 人死活留 说那算了吧 这大半夜的真出去 碰个豺狼虎豹 召气也翻不上啊 说那这样吧 这个你既然这么留呢 那那我和我这妹子就在你这 全钱少坐一会 等会我们还是要走 咱说这不一时之间呢 这把饭菜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也全都端了上来 这时到时呢 连忙是吩咐自己的徒弟啊 说啊 这酒还不赶紧撤一下 这什么客人 这是贵客 啊 你这个酒拿去 把昨天呢 那边徐之福老爷送来的那一坛 叫透平香河花酒 给我拿过来 拿过来 咱跟这吴老爹 好好享用一番 尝尝这美酒嘛 那我们看啊 本来呢 你是这普通人嘛 老道爷就觉得我拿一什么 比如说牛二啊 我就招待 你就招待了 但一看这来大领导 大干部的 有钱人啊 这赶紧就换上茅台五粮业了啊 所以说呢 也是把这好酒端了上来 不一时之间呢 那边小徒弟手脚也麻利 是吧 把这个酒呢 也是热好了之后 又筛了上来 先是真满了 这么满满的一杯 就双手递给了这吴月娘 吴月娘瞅眼 什么意思啊 我不喝酒 我这个外边喝你这酒干什么 这喝出事的呢 酒是色没什么 再说吴月娘定力还是挺强的 死活呢 就不喝 这吴大舅在边上也劝嘛 是这 这样 这个舍妹呀 她天生 就是不会喝酒 你啊 这时候就别为难她了 这酒不行啊 我喝 对吧 再说这老道说啥呀 老道说 别去呀 夫人您看 您这一路风霜 啊 这身体内呢 要害寒 啊 你这个喝点酒啊 好歹 你吃上这么一点酒 对 也是能暖暖身子嘛 对这个身体也好 于是呢 老道想出了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 究竟咱说这点酒喝完之后 发没发生点什么不好的事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